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友台TV的頻道 我是友誠國際移民顧問我叫Kate 今天很高興 我們請了一位特別嘉賓上來我們的辦公室 講解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朋友都會問我們整間移民 但我們帶小朋友去移民 那我們的貓貓狗怎麼辦 寵物移民這部分我們特意請了寵愛集團的負責人過來 Billy就跟我們所有的朋友解答有關寵物移民的問題 她是香港唯一一間持牌寵物移民的旅行社 他們有持牌的旅行社執照 我們也希望幫所有的朋友 我們的顧客和同事 問Billy很多有關寵物的問題 好 今天很感謝Billy上來 好 首先第一條問題 其實你們有豐富的寵物移民經驗 或者帶寵物去旅行的經驗 你們一般來說 你在市場上有什麼優勢 為什麼那些朋友會找你們去做寵物移民 或者寵物旅行的呢 首先如果你說移民 我們是一條龍服務 那何謂一條龍服務呢 因為第一 我們有自己的獸醫診所 我們有自己的醫生 我們是一間持牌的旅行社 所以機票或者怎樣運輸的方法 其實我們全部可以自己控制 還有我們另外有一個部門就是 專門負責做一些寵物的出入警文件 所以很多人不想麻煩的時候 其實就找我們去幫忙 OK 即是你們 只要找你們 打個電話給你們 你們就幫你們安排了 寵物之前需要去檢疫 打針 你也會介紹好的 是嗎 沒錯 因為那些全部我們都是一手一腳自己做了 就不需要說 好像其他公司 可能就要跟一些醫生去夾 跟一些旅行社去夾 他們怎樣走法 再找人去做一些文件 那我們就不需要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自己一手一腳 我們自己做了 是的 這個就是我們移民 旅遊的 旅遊就是 我們就是全世界首創的寵物坐私人飛機 和主人一起去旅行的 這件事是我們公司首創的 而我們也在2015年開始這個旅遊的業務 已經超過 我們飛了超過40個航班的私人飛機 其實很厲害 我知道香港的朋友特別疼自己的貓貓狗 像是兒女一樣 尤其是去旅行都不捨得 留下貓貓狗一兩天 都想帶走 沒錯 還有想拍攝更漂亮 想拍攝更多影片 是 很好玩的 旅遊就帶貓狗 移民整個家一起走 肯定不會留下的 其實你們有這麼豐富的旅遊和移民經驗 你們會有什麼建議給朋友們 如果想帶寵物去移民 譬如去英國 現在很多朋友都想著 明年可能有BNO去英國 去歐洲 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要準備什麼呢 首先第一個建議就是 要長一點的時間 如果你說去英國 其實做文件做手作 其實兩三個月就可以走 但是其實要留意一下 一件事就是 寶貝究竟適不適合移民 什麼為之適合移民 就是她適不適合坐飛機 就是如果經過我們的醫生 其實可能初次我們會做一個檢查 就是看看她的心肺功能 看看她的微細血管 以及呼吸道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Touchwood真的可能 不是這麼理想的時候 就是說他們不適合上飛機 不適合上飛機的話 其實就真的不用想移民了 Billy 我聽說你們有一個高壓倉 全香港獨有的 就是先檢查寵物 是不是真的適合坐飛機 這個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其實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我們老闆很好 他們投資了幾十萬藝診所 我特地去買一部我們叫高壓氧瘡 其實它有什麼用呢 第一我們會教一下那個瘡 就是說寵物在坐飛機的時候 在航溫瘡感受到的溫度 它在瘡裡面感受到的氣壓 以及含氧量 因為含氧量會偏低 這幾方面我們會在國壓氧瘡 做一個設定 設定好 讓寵物可以在航溫裡感受一下 究竟坐飛機是怎樣的 而主人也可以看到 究竟寶貝 它有沒有什麼不良的反應 有沒有一些害怕 或者到處撞 呼吸有沒有一些不暢順 這些你全部都可以看到 那挺好的 就是上飛機之前 在陸地才試一試的感覺是怎樣的 沒錯 因為寵物沒有坐過飛機 試一試 接下來我想代表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客戶 或者同事都問一問有關的問題 有關移民上的問題 第一條 寵物如果有心臟病 其實可不可以坐飛機 可以 首先要看看它的心臟病 有多嚴重 可以分享一些個個案 好 在一年前左右 其實我們接了一隻寵物回來 就有心臟病 好了 經了我們的醫生去 判斷了之後 看了之後 其實我們開了一個半年的療程 那半年的療程裡面 寵物需要吃藥 需要定時去我們的診所 做一些檢查的事情 其實在過完療程之後 三個月左右 其實寵物已經很安全地 已經飛到英國了 很好 除了有心臟病 另外我也想問一下 有沒有寵物移民 其實有沒有指定什麼動物可以做呢 還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呢 其實很多國家都歡迎很多寵物入境 但是他們會有限制一些 可能叫做 鬥犬 就是一些大牙羹 那些 就會比較 有很多國家是不可以進入的 就是一些撇狗 那些就不行了 那要看回那個國家 其他人說 鳥 烏龜 那些其實都可以進入的 蛇那些都可以 那如果是小狗的話 我們來講 那什麼品種會比較多呢 你們試過的客戶 其實有很多種我們都有做過 小狗又有 大狗 大狗 阿拉斯加 雪梟 那些我們都有做過 好 另一條問題 那就是 我們有個客戶 想問一下 去台灣 我要隔離7天 那是否可以探望自己的狗狗呢 可以的 那就要看回檢疫所 那如果是台中 我們有私人飛機 移民台灣 那沒有一點 是啊 我們是小狗的話 我們就小狗台中 那台中的話 一個星期可以探望兩次 一個星期探望兩次 那如果台北下的 那一定是民航機 那如果台北 民航機的話 台北檢疫所謂 可以每個星期探望一次 但是也有些 叫做一些特別的個案 特別的個案 可能是狗仔有病的 那其實我們會幫助人 去申請 去給他們 可能探望幾次 那我想再問一條 比較貼心的問題 因為整個流程 這麼複雜 究竟從哪裡開始 申請人要怎麼做呢 就是父母要怎麼做呢 好 那我想第一 就是 要多一點的時間 給他們適應 移民前的準備 我們都做 那還有就是 一定要看了 醫生 醫生覺得OK 那你才可以去 再想移民 那醫生看了 沒有問題了 其實我們 我們會幫他們打一些 適合該國的晶片 和一些 定時定後 我們需要幫他們打的疫苗 然後再幫他們 申請機票 和入境的文件 和出境的文件 主人基本上找了我們 他們就不需要煩 因為我們一條龍 我們會做完 OK 主人和寵物都是同一班機 沒錯 我們會安排寵物和主人同一班機票 OK 其實行溫艙是否安全 行溫艙其實是安全的 安全的 是的 只不過就是 很多時候 沒有很多時候 其實之前也有一些 可能聽過一些案例 就是說 民航機坐寵物行溫艙出事 其實 檢查很多 其實都是 如果你問我是主人的問題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 根本都沒有一個 給一個時間適應 去搭飛機前的準備 是的 就是可能 很簡單 放一個寵物飛機籠在家裡 早一點讓他們 嘗試一下進入飛機籠 要讓他們 在那個飛機籠裡面 覺得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是的 給他們一個有家的感覺 都沒有的時候 就是 今天買個飛機籠回來 今天送到了 好了 明天我們就飛 那其實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他們會害怕 像運貨一樣 是的 反過來就是 我運你在一個 龍裡面 十幾個小時 你也會害怕 是的 你去加拿大 十幾個小時 是的 所以很多時候 其實就是一些 很多時候 一些心臟 出現了問題 因為 始終在一個 低氣壓的地方 其實他們的心調 會加速 他們的呼吸度 會比較緊張 所以 很多人都會聽到 一些短臂貓 短臂犬 為什麼不可以上機呢 或者在一些 某些季節裡面 他們的短臂貓 短臂犬 才可以上機 就是因為 他們上到天空上面 他們的呼吸 其實會比較頻密 而你們不讓他們去嘗試 這件事 去習慣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最容易出事 就是這樣 會不會有什麼品種的貓狗 是 剛剛說的 貓狗 或者呼吸度 會比較差的品種 要特別多注意 如果貓狗 是異短 異短 那些都是 我稱為 點鼻的品種 波斯貓 波斯貓 其實很多機器都不接 OK 那波斯貓的朋友 要注意 你看到鼻子是特別扁的 提前找了Billy 接著找醫生去檢查一下 再試一下高壓瘡 看看可不可以適合 接著才可以 狗仔的八哥 最多就是見到八哥 一些 法虎 那些都是我們叫做 一些扁鼻犬 還有查理斯 查理斯是比較特別的 你會看到鼻子 但是 它的品種 都是扁鼻犬的一種 香港的朋友是最關心的 我想帶寵物去旅行 或者帶寵物去移民 收費如何 我先吩咐一下 最重要的是這件事 好 如果 我們說回重物移民 重物移民來說 我們由八千至兩萬多 看看去的國家有不同的收費 還有客人要的服務也有不同的收費 好 另一個問題 我們有朋友想問一下 因為他們很疼狗 就想知道 就回那隻狗 去亞太區哪一個地方 隔離是最寬鬆的 即是他一天都不想離開那隻狗 日本 日本 不需要 但是要留意這件事 就是去日本 要準備的時間 是八個月的時間 時間比較長 但是隔離就不需要 因為他有一個時間線去做每一個步驟 到時我們要報告給日本 然後做好了 然後我們才可以申請狗仔入境 那裡也需要時間 所以去日本的朋友 就一定要有八個月的時間 我們幫移民去加拿大的朋友問一問 因為我們公司大部分 做了加拿大美加移民十幾年 去加拿大的成功過很多 想知道去加拿大 如果帶狗狗去 又有什麼要注意呢 那邊的檢疫制度會是怎樣的 OK 那美加其實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很開心我們有家學 家學可以怎樣呢 現在一些小型的貓 或者小型的犬 牠們可以我們叫做incarbon 就是說你坐民航機 牠們可以坐在你腳仔前面 是的 那這個美加是一個不錯的運輸方法 如果去美加 而檢疫的時間要多久呢 其實你要預約大概三個月 如果現在排證的話 我們預計三個月 因為最近移民的人數真的很多 我們基本上我們診所排證 現在都差不多要排一個月的時間 好的 說到最近的新聞 因為最近有一個不開心的新聞 就是關於好像是有些豬人 把寵物運送回香港 但是在途中 因為找了一些非法的公司去做 很不幸 就有十幾隻狗狗離開了 其實你做了這行這麼久 這麼有經驗 其實怎樣可以避免到這事情發生呢 其實回到之前的新聞 真的很遺憾 自己做了寵物生意二十幾年 我也很愛他們 其實回到之前的新聞 就是他們想把一些在外國回來的寵物 帶回到國內 有些主人 其實我想說 如果有留意的話 在2019年其實 國內已經放寬了一些條件 帶回小狗回去 其實是很簡單的 只要你有合適的針藥 有合適的晶片 填好你的入境表格 其實每次可以帶一隻入境 而不需要隔離 也不需要走私 其實從正途都可以做 從正途都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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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很簡單 還有收費 是不需要這麼貴的 只要我們香港 我當它在美國 回到國內 其實很簡單 香港不需要做入境 香港可以做鑽口 做鑽口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事 就可以回到國內 希望可以告訴你身邊的朋友 其實回到國內一點也不難 千萬不要走私 不需要這麼做 我也很感謝Billy 告訴我們的朋友 其實如果要移民 草物移民 記得找專業人士做專業的事 就像我們這樣 我們做了美加的移民這麼多年 也很希望除了幫助申請人 可以移民到外國 其實你們的寵物要怎樣處理 我也很希望在今天有機會 給大家一個機會 給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你們貓貓狗狗 應該怎樣和你們一起 準備好機票 然後去移民 今天我們差不多來到尾聲了 好多謝Billy 上來接受我們訪問 大家朋友記得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如果想聽什麼 新的資訊 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很歡迎大家 給我們更多意見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友台TV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